罪嫁被查的准新娘 他们第二天要去登记啊 要去拍婚纱照什么之类的 乐极生悲的三兄弟 最久的驾驶 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视线 往往也是受限的 查明赵氏元凶 揪除罪魁祸首 着陆而逃 帮不着陆 以至于发生了更大的事 详情请收看 东方110 在披上婚纱的前一页 罪嫁被查 在兄弟聚会的当晚 丢掉性命 让一个又一个家庭支离破碎的 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 相信每一位女性 都憧憬过自己披上婚纱 牵手爱人的幸福时刻 家住凤贤区的准新娘小敏 为了庆祝自己告别单身 特意选择了在拍婚纱照的前一页 和一众朋友开了个派对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派对才结束不久 小敏的新娘梦就戛然而止了 夜深了 在凤贤区的几个大型居住社区门口 夜查酒驾的民警们仍然坚守在岗位 因为他们想要提醒每一位晚归的居民 即便是到了家门口的最后一米 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一个是觉得路很近 我不一定会碰到警察 第二个我觉得我喝的也不多 我判断还比较清楚 开个车没什么问题 就蛮多就是这两个人 造成他们会就是说 去酒驾这么轻闻 在拐进小区前的最后一个路口 一辆白色SUV轿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一打开车窗 浓烈的酒味就扑面而来 酒喝了吗 喝了一点 来来来来 驾车人是年轻的女司机小敏 民警依法让小敏在现场进行酒精吹气测试 咬住啊 一直吹这样停再停 气长一点 几次尝试之后 吹气酒精测试的结果 停留在了149毫克每百毫升 按照法律规定 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80毫克每百毫升 就会被判定为最久驾驶机动车 除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外 驾驶人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听民警这么一说 小敏立马急了 他连忙让同车的未婚夫一起向民警求情 说他们第二天要去登机啊 要去拍婚纱照什么之类的 你喝了多少酒到底啊 两瓶 两瓶啤酒还是什么 啤酒啤酒 百威 百威啊 那为什么推车这么高呢 我本来也就是 全量 那你还开车啊 那你旁边那个呢 因为本来我们你家进嘛 本来就开车回家 你旁边那个是谁啊 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小敏 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 他不得不错过自己和未婚夫 早已选定的好日子 结婚这个事情也蛮可惜的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但我们不可能因为你这个理由 就是说 放你出去或者怎么样 这个事情都要处理完才可以 那么他当时 他未婚夫应该也蛮巨大 在完成了一系列法律手续之后 小敏被依法驱保候审 等待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 其实像小敏这样乐极生悲 追悔莫及的案例还有很多 2023年6月12日深夜 有人举报 凤贤区平浮路某超市门口 有人酒后驾车 接到报警的凤贤公安分局 平安派出所民警侯阳华 立即赶到现场 哪个人 在里面打电话是不的 他开着哪个球 他哪个球 输的是吧 临时停车 停在这里 但是停的不是很正 是有点歪的 那么报警人告诉我 那个喝酒的人在里面买东西 沿着报警人所指的方向走去 警方在路边的超市里 发现了一名正在打电话的戴眼镜男子 民警一眼就认出了戴眼镜的强先生 因为就在半个多小时前 喝醉酒的强先生 还与一名司机发生了争执 喂你好 我报警 我一个喝米酒 一个酒喝多的骑警民车才打我 画面中 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正是强先生 报警人是驾驶黑色小轿车 在强先生身旁倒车的司机 民警到场后 强先生正被一同喝酒的朋友劝开 民警提醒强先生酒后不能驾驶飞机动车 于是强先生的朋友推车把强先生送回了家 没有人伤没有车损 大家可能一时火车比较大嘛 现场调解 大家双方安抚一下情绪 那么就双方就回家了 让民警不解的是 已经被朋友送回家的强先生 为什么又出现在了现场 而且还有人举报他酒后驾车呢 车子开落了 真的没有 车子开落了 强先生失口否认 是自己开车来到的现场 可一旁的报警人却一口咬定 就是强先生开的车 原来 报警人就是夜市摊的老板娘 他刚刚目睹了自己的丈夫和强先生的冲突 对强先生印象深刻 报警人当时自己用手机拍了个视频 我当时也看了一下 确实是这个当事人从那个车里面下来的 在诸多证据面前 强先生承认的确是他回家后又开车返回了现场 强先生坦言 他如此冲动的原因 除了酒精的强烈刺激外 还有对方的言语挑衅 起电动车的时候 撞了的时候 然后他一直在那里说 就是说 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永远开不起车的 你们这种起电动车的 你又开不起车 你又买不起车 就这种 没喝酒也就算了 也不需跟他计较 刚好也喝了一点酒 所以说这个容易做出一些误判 或者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生活中的强先生事业有成 拥有三家数控设备工厂和两辆小轿车 前不久还洗得了千斤 事发当晚恰逢同学聚会 没想到三杯酒下肚后 强先生因为对方的一句气话 钻进了牛角尖 其实酒它就是一个 就是少量的带一点兴奋剂的这种味道 你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会更开心 你很难过的情况下你会更难过 然后做任何的事情的话 你脑子的反应速度各个方面 就是说不是很理智理性 当天的酒精测试结果显示 强先生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达到了166毫克 两倍于醉酒驾驶的标准 不知道你昨天是干了什么 有一段就空白的 第二天我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 肯定是很严重的 因为醉驾嘛 肯定是该出发出发 该干嘛干嘛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强先生 涉嫌危险驾驶罪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也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同样面临相应的处罚 2023年5月10日凌晨 一名醉酒的骑车人 在阳浦区世光路 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员因为醉酒驾驶 然后他是没有戴安全头盔 伤得还挺厉害的 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骑车人的颅脑受到了损伤 因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骑车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双方的误损 以及医药费中的相当一部分 恐怕都要骑车人自掏腰包了 醉酒的驾驶员 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视线 往往也是受限的 正常人的视线 可能他有个180度左右 这边都能看到 但是他醉酒了之后 可能他就集中在某一个点 就在正前方边上 他可能就舒服了 除此之外 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 驾驶员采取应急反应的速度 会大大降低 由此造成的惨祸 举不胜举 准新娘醉驾被查 错过了披荤纱 企业主酒后逞强 钻进了牛角尖 青铜手足的发小 为什么会乐极圣碑 东方110正在播出 以每小时60公里的机动车行驶速度为例 车辆每一秒驶出的距离约为16.7米 试想一下 如果驾驶员在酒精的作用下 反应慢了0.5秒 就会多驶出8米以上 更何况 许多罪驾司机还扮有超速等其他违法行为 这样引发的交通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在严重的撞击下 肇事白色小轿车的车头和右侧车身几乎完全损毁 可以想象 坐在副驾驶的车主小苏 以及坐在后排的小苏哥哥受伤有多严重 摊坐在地上的是赵氏司机小张 吹气酒精测试的结果显示 小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了每百毫升172毫克 都喝酒了 都喝酒呢 他喝的比我多 然后呢 就是说 喝的比我多嘛 那就我来开 在距离事发地不远的小河边 之前小张和苏家兄弟的欢声笑语 似乎还没有飘远 可醉酒肇事的致命撞击 将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我们三个属于是发小啊 都是小时候从老家过来在这边念书 然后都是一个地方嘛 然后时间久了嘛都都在一起了 小张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事发当晚恰逢小张发工资 于是三人带着啤酒和烤肉相约到了河边 乐极声辈的案例往往发生在心存侥幸者的身上 当已经酒醉的小张开动小轿车的那一刻 悲剧似乎就注定要发生了 正常情况下开60码跟你喝酒开60码 你所带来的那种视觉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正常开60码你会感觉有点 就是你自己的判断和感觉这60码正常 但是你要喝过酒之后这60码你就会觉得很慢 就跟40码一样 是这种是这种判断力 结果小张以7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撞上了路边的行道树 安全气囊和保险带救了小张一命 可坐在副驾时的小苏就没这么幸运了 等民警和救护车赶到时 小苏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小苏哥哥多处肋骨骨折 司机小张除了腿部受伤外 心里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清醒过来如果看到自己做的事情 他其实也是会后悔的 他最后悔的肯定就是当初的那一口酒 但是说句实话就是一旦这个情况产生 其实造成的伤害已经是无可避免了 醉酒驾驶至人死亡的司机小张 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 将面临终身禁假 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 巨额的赔偿金也将全部由小张个人承担 打工嘛存了点钱 当时本来是想着再存个一年前买张车 现在好了什么都没了 就因为那一场事故嘛 啥都没了 现在要从头开始 懊悔不已的小张 至今仍不敢面对小苏的家人 喝酒不开车 不要有侥幸心 你要记住藏在河边走 没有不吃鞋的 不能有侥幸心 你们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再多的悔恨 也患不回逝去的生命 再多的赔偿 也无法弥补死者家属的伤痛 家住凤贤区青村镇的朱先生 在凌晨接到了老父亲被撞身亡的噩耗 而肇事者也是一名罪驾司机 都是受害者 影响两个家庭嘛 我们的家庭失去了 失去了父亲 一位亲人 然后他的家庭肯定也造成了经济损失 两个家庭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更让人揪心的是 有些罪驾嫌疑人还错上加错 肇事逃逸 甚至威胁了无辜路人的安全 悔恨换不回逝去的生命 赔偿弥补不了家属的伤痛 什么是逃逸的肇事元凶 揪出危害公共安全的罪魁祸首 东方110正在播出 司机郑先生碰上过这么一件烦心事 自己好好的在路口停车等红灯 却莫名其妙的被后车追尾了 双方下车查看后发现车损并不严重 但郑先生郁闷的是 还没来得及报警定损 对方却猛的一把方向 驾车逃逸了 郑先生记下了逃逸小轿车的车牌号码和行驶方向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郑先生依然还心有余悸 我当时还很气愤啊 我说我的车第一个 转是虽然转的 但是不是也太严重 我说你为什么要逃逸了 对吧 我就去拉着他车门 拉着他把我转了一点 我看看后来他是真的油门加了太大了 我不敢再拉了 我就放弃了 放弃了以后他就冲出去了 幸好郑先生及时放手 才避免了自己受伤 但逃逸车辆却好似脱僵的野马 超越一辆大货车之后 就失控冲向了对面的非机动车道 好几名骑车人突然遭了殃 脱僵了没有 我人到有没有事 我看那是快不了 我反应快了 因为我反应不快了 我在这里好像仗死了 民警和救护车 五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 迅速展开施救 而肇事司机却弃车逃离了现场 好在救治急时 所有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全力缉拿犯罪嫌疑人 因为他的两次逃逸行为都属故意 而且已经威胁了不特定人群的安全 亲戚把他送到了我们凤城中心医院 赶到医院的民警 在输液室发现了肇事逃逸的司机郭长江 当时具体输的什么意味我不清楚 但是当时医生给我的回答就是 这个人没有什么大问题 也没有什么外伤什么的 在输液之后 郭长江的血液酒精浓度 依然达到了79毫克每百毫升 落网后的郭长江也承认了自己的酒后驾车 及肇事逃逸的行为 自认为已经酒醒的郭长江 途经普新公路时追尾了郑先生的车 当他发现对方想要报警后 马上选择了逃跑 已经发生过一次碰撞了 其实他对这个危害后果 他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 认为可能可以避免 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状态 他其实是意识到自己 现在这个酒后的状态 还是会发生事故 但是他为了逃避法律惩罚 依然呢就是着陆而逃 荒不择落 以至于发生了更大的事故 遗憾的是 撞伤骑车人后的郭长江 再次选择逃跑 甚至没有回头救一救伤员 或者拨打一通报警电话 我国刑法规定 最久不是法定的免除责任室友 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目前犯罪嫌疑人郭长江 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 这个呢 他的犯罪构成呢 是一种故意犯罪 就是你明知你的行为会发生 或者可能会发生 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后果 你仍然这样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 酒后驾车就是害人害己的罪魁祸首 正因如此 警方在大力宣传的同时 也不断加大对酒后驾车的查处和打击力度 维护良好的交通安全秩序 切实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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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